有關的案件 然後他把它整理出來 就是他可能有很明確的標的 比如說這裡有提到說一票一千塊 或者說上面有提到什麼豬肉鬆啊 用各種方式 他被定義為會選的案件 他把那個資料抓出來 但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的處理上非常的困難 他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進行 所以過去 把他的資料放上來之後 我大概就沒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去做後續的更新 但現在的狀況不太一樣是說 司法院最近把他所有的案件資料 變成開放資料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從 整個司法院所有的那個資料庫裡面 你可以很容易地取得一個開放的格式 然後透過這個開放的格式 你可以很容易找到 剛剛提到的案件資訊 而不用像過去一樣 可能必須要在特定的介面裡面去進行 那我們希望說今天也許有機會的話 就是要去探索這份資料 我們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方式 可以很容易地去把這些東西找出來 就找出這些案件 然後試著把它放進類似這樣的地圖裡面 然後我們希望說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案子它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在於說 我們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哪些地方有發生會選的情況 那可以因為透明 所以你會可以避免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但是 另外一個目的是說 既然有些地方是無法阻止的 那我們至少讓大家知道行情 我們希望提高會選這件事情的門檻 然後就知道 你看隔壁1000塊 你這樣子給我500塊對嗎 OK 它也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其實 我們是希望今天的部分 是可以找到可能對比較大量資料處理 有經驗的朋友 或者是說你覺得 你很願意去整理這些資料 那我也會提供方式 或者是說你在實際上的運作上 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們也希望討論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介面 大部分是我自己Hard Coding出來的 那如果說今天有機會去改善它 我想應該會對於這次的選舉 會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大家